我今天來購物 滿滿戰利品 郭台銘來北農 推著推車 但人潮太擠 本想叫郭董往後一點 郭董我們後退兩步 好不好 郭董我跟你講 我這個人不後退 我這位你做事絕不後退 教授 往前進 這也是說出近期新生嗎 而現場攤商看到郭董 像是見到蔡神爺 吃完的話精神就更強了 加持過 吃過一攤又一攤 看見百香果響起兒時記憶 現場整顆吃光光 只是來北農 很難不聯想到韓國瑜 所以他知道有幫忙安排嗎 沒有 沒有 畢竟若真幫安排 等於不給猴面子 雖說韓國瑜沒出手 但現任總經理吳芳明 除了是韓市府 實習的農業局長 和挺郭的張榮衛 關係也良好 有聽說來 他臨時到台北市政府去開會 他有跟我通電話 他有一些所有的困難 他寫個東西給我 看來是有先約 但最後沒見面 北農表示保持中立 大家都可去臨劈場 敏感問題不多說 倒是從十九號開始到七二三全代會 各地挺喉大會 連三場立挺 蕭米換喉聲浪 另外根據最新民調顯示 如果細卡都狀況下 賴清德拿百分之二十八 柯文哲二十點四 郭台銘十四點四 侯友宜最後拿百分之十二點四 支持藍白河有三成八贊成 我想外面的聲音 我們都有聽到了 那最重要大家就期待的 就是我們大家都能夠團結在一起 民調看看參考就好 七二三提名後比賽才正式開始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